财神不喜欢那五种的人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明 第一个叫为力仕途的人 第二个叫投机奇巧的人 第三个叫无情无义的人 第四个叫过分依赖的人 第五个是欺负弱小的人 哪一天当你嘴巴讲出来的话 你的心里是支持你的 一定会这样 心想一定是成 没有例外 服务学人他下定决心 要改行到前庄去 他怎么办 他很聪明 他没有开口 大家会发现 你一开口 你就是求人 求人如果他不同意 你不会很尴尬 所以他没有 他只是打听 你们前庄有没有学徒啊 那个人说有 那学习什么啊 做些什么事啊 他转问这些 从来没有开口说我去好不好 没 我觉得这是他很了不起的 而且他最了不起的 当他知道钱庄是要算钱 算得很快 是要把算盘 打得很熟练 是要写字 写得很漂亮 他二话不说 当天就开始 每天练习书法 所以他后来写字 写得很漂亮 算盘打得非快 而且练习心算 他很聪明 每一次这个 钱庄的人在场的时候 他都不来用算盘 他用心算 算得又快又准 他用这样来吸引人家 我们要跟财神爷 打好交道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记住一句话 那就是 纯心做善事 一个人 要做善事 这个钱 才会源源不断的进来 可是要做善事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说我有个念头 我就可以把善事做出来 你看很多人想了很久 最后一件善事也没有做 而且更可怕的 就是你认为是善事 结果是害了别人 因为善恶这个东西 也是相对的 在不同的角度看起来 你看他是善 他看他是恶 所以我们常常讲 很多人他是什么 他是好心做坏事 这个好心做坏事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第一点要提出来 做人不是自己做好就算了 我们要进一步做善事 因为只有做善事 大家会感觉到说 跟你这种好人在一起 他是非常愉快的 如果有钱而不做善事 我们就觉得 跟这种有钱人在一起 真是倒霉 我想这种感觉 大家平常都会体验的出来 一个有钱的人 他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 也可以受到大家的厌恶 你看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钱人好像他什么都不对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他当中 从他身上不能得到任何好处 我说白的就是这样子 有钱人要得到人的欢迎 一定要舍得花小钱 你小钱一花 你常常请客 你常常送礼 然后使这些没有钱人 跟你在一起 他沾到一点关 他到底要好处 他觉得你好 所以我们自己好 只不过是什么 独善其身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只有做善事 你才能够奸上天下 你才能够发挥做人的价值 你这个有钱人 人家才会喜欢 才不会因为你有钱 就讨厌你 我想我们再把它说清楚一点 一个人要学赚钱 但是不能因为赚到钱 你就失去了人缘 你赚到钱 你就失去了朋友 你赚到钱 家人都不理你 那这样的钱有什么好处 所以一个人赚钱 你就要用心去做善事 做善事的目的 其实也是对自己好 因为大家都欢迎你 大家都不会嫉妒你 大家都喜欢你 赚更多的钱 那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够奸上天下 才能够真正做善事呢 我想出钱 出力 出言 这些都是善事 我们常常讲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方式 都可以做善事 那我现在也没有钱 我也没有提气 怎么办 我就出言 我就把研究的心得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大家也把这种道理 去传播 那么说给别人听 让别人脑筋清楚 让别人观念正确 让别人怎么样去跟财神互动 而赚到更多的钱 这也是一种功德 也是一种善事 出钱 出力 出赢 那我都不能怎么办 那我家里有些东西 我把它拿出来 给别人用 或者跟别人分享 我家里有些东西 我放在家里 不用 也是等于您 我干脆捐出来 让其他人 可以用的话 他拿去 才能够物尽其用 这也是善事 所以只要我们有心为上 其实只要你活着 你就可以 去做 只要你活着 你就可以做善事 你就可以有益于社会 那么你如果有益于社会 大家会记住你的好处 记住你的好处 你死后还会名流后世 那就是什么 完全不是白活 我们已经讲过 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钱不是政府给的 不是老板给的 不是自己赚的 也不是人家施舍的 钱从来来 钱是财神给我们的 财神不能够随便给 不能够说 他高兴给谁 他还是要依照一定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是上天 所定的法则 所以我们这一集要来谈一谈 直接向财神要钱 你跟别人要钱要不到 跟自己要钱更是要不到 如果跟自己要钱要得到 那每个人都很有钱 如果跟别人要钱要得到 那每个人也不愁没有钱了 所以怎么样子 直接向财神要钱 是我们这一集研讨的重点 第一个 我们先要修好财神学 因为他有一定的方法 他有一定的途径 他有一些规定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向财神也去要钱的学问 就叫做财神学 你要向财神要钱 你当然要把财神学修好 然后按照财神学 所给我们的一套东西 一步一步去走 按照财神所定下的规矩 一步一步去完成 这样就比较容易向财神要到钱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 我们古代农业社会的时候 大家没有什么财神的概念 那个时候我们是重视农业 我们把它叫做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的人 他财富的象征是什么 是土地 他根本是土地 所以当时我们最重视的是农神 而不是财神 我讲这话的意思 各位应该很清楚 就是当大家 没有需要财神的时候 财神不见了 就算他存在 也不为大家所重视 那个时候 大家只知道 怎么样去把田种好 怎么样从土地上面得到财富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不重视财神 非常重视农神 那财神是什么时候 才被重视的呢 是在宋朝以后 大家看历史 可以看到宋朝以后 我们的商品经济 才逐渐繁荣起来 有了商品经济 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钱 大家一重视钱 那么财神就从龙神里面 就分离出来了 就从龙神里面 脱颖而出 成为商家非常热烈崇拜的对象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都是供需问题 这是市场所造成的 有没有神 有什么神 这个神做什么用 都是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才会因应你的需要而产生 这点观念 我们先说到这里 古代有龙神 没有财神 宋朝以后 货币越来越重视 我们货品的经济 越来越繁荣 大家就开始重视财神 财神 他不喜欢五种人 所以有这五种习性的人 最好先把自己改一改 否则的话 你怎么去求 那财神 他看了你就不喜欢 他看了你 他就不愿意把钱给你 那你修得完 不是等于零吗 财神不喜欢那五种的人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明 第一个叫唯利是图的人 第二个叫投机奇巧的人 第三个叫无情无义的人 第四个叫过分依赖的人 第五个是欺负弱小的人 各位一定要很仔细的 自己检讨检讨 我有没有这五种不好的习性 如果有的话 那有一天财神会离得远远的 你跟他要钱也没有用 唯利是图 财神不喜欢 就说什么都看不见 只看到利害关系 只看到钱 那么财神就觉得 这种人我最好不要给他钱 我不给他钱 他多少还要看看别的东西 唯利给他钱以后 他满眼睛就只有钱 就得到了钱 然后失去到人 失去到所有的东西 这个会害他 所以他不愿意把钱给唯利是图的人 第二个投机奇巧的人 就是不择手段 我为了达到目的 我什么样都可以做 投机奇巧的人 他迟早违坏社会 危害人群 这种人你给他钱越多 他就害得越厉害 他就是社会更麻烦的一个 害群之马 所以财神 他不愿意把钱给投机奇巧的人 无情无义的人 那他本来就无情无义了 你给他有钱 他更加无情无义了 那不是更糟糕吗 所以财神看到无情无义的人 他很想让他穷一下 让他得不到钱 看看能不能把他挽回 可见财神还是很好心的 财神不喜欢无情无义的人 不会给这种人钱财 财神也不喜欢过分依赖的人 什么叫过分依赖 就是在那等 没有钱我什么都不能动 为什么 没有钱啊 我怎么动 依赖人 依赖钱 依赖工具 依赖所有的东西 那到最后 你就是很依赖钱了 一旦钱进来 那你就紧报了个钱 然后你不会用 财神很怕把钱 从他的财库里面 移到你的口袋里面 最后还是不能流通 所以他不会把钱 给过分依赖的人 第五种是欺负弱小的人 各位要小心了 因为没有钱 你就欺负弱小 有了钱 那就更糟糕了 那你看谁都不看在眼内 然后你就倒负欺负人家 那弱小的人 他未来要得到你的钱 他就心甘情愿地 受到你的欺要 这整个社会就越来越乱 所以我们再讲一遍 凡事无一利是徒 投机奇巧 无情无义 过分依赖 欺负弱小的人 求财神也没有用 修财神学也没有用 必须要怎么样 改过自信 赶快改过自信 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他的习性 就是他的性格 你性格一改过来 你就改运了 本来没有钱 就会变有钱 那你怎么会有钱 也就是财神也帮你忙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离开讲 你就知道 财神也不喜欢的事情 你要把它改掉 他喜欢的事情 你要把它发扬出来 就改变自己的性格 改变自己的习性 你就在改变自己命运 那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要 必须要遵守三个规矩 你跟财神也交往 你要记住 他是神 他不是人 我们要用神的态度 来对待他 所以这里我们提出 三个重要的规矩 第一个 要虔诚的祈求 而不是马马虎虎说 你给我点钱 你好像把财神当仆人一样 你看不起他 他根本不理你 你要很虔诚的去求他 第二个 你不要做财神不喜欢的事情 第三个 你要积极的做财神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说讲起来也很简单 没有什么难 一个就是你要诚心诚意 因为你不成 那财神一看就知道 你在骗他 你想骗人都很难的 你还要骗神 神比我们清楚 所以跟神来玩 第一个 一定要诚诚恳恳 实实在在 规规矩矩 不要纯心耍诈 不要纯心欺骗 因为那都没有好结果 第二个就是说 你喜欢的 那我就多做一点 你才会比较喜欢我 那你不喜欢的 我就不做吧 你才不会讨厌我 我觉得这些道理都是大家一听就可以接受的 我们没有说稀奇古怪 要你做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 我们没有 我们现在从虔诚祈求开始说起 因为你很虔诚 你就把神看得很重 那么财神也他会跟你有感应 他为你的神所感动以后 他就觉得非常有面子 你想想看 人都要面子了 活况是神 财神有面子 那么你求他 他就会比较重视你 他就会比较注意听 然后他会比较帮助你 凡是尊重财神爷的人 才会得到财神爷的尊重 这个就叫做理善往来 我们想人与人之间也不过是如此 所以你跟神互动 其实你就用人跟他互动的方式 用人跟人互动方式 我想是不会错 那么第二点就是不要做财神不喜欢的事情 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财神不喜欢唯利是徒 不喜欢投机技巧 不喜欢无情无义 不喜欢过分依赖 不喜欢欺负弱小 你如果不改掉这些 祈求就无效 就算得到你小心 那不是神财 那是魔财 这点我们后面会说明 第三个规定 就是你要尽量做财神也喜欢的人 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把钱看得跟生命一样 不要 你更反是把钱看得跟生命一样 你迟早用性命来换钱 那就算得到钱也没用 财神给你一点钱就把你害死了 所以财神也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跟财神要有一道互动的方法 怎么互动呢 我想从孔子的一句话 因为这句话大家都解释错了 所以才搞得乱七八糟 现在我们从孔子这句话来看看 我们怎么去跟财神互动 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一般人都把它解释说 你连生都不知道了 那你去知道死有什么用 好像你一辈子只要把生搞清楚就好 死没有关系 死不要去知道了 其实这样是冤枉的孔子 因为孔子从来没有说 生很重要 死不重要 他从来没有这样认为 焉之生 不知生 焉之死 要把它解释说 你如果不知道生 你怎么会知道死 相反的 如果你知道生以后 你就可能知道死 这样才是兼顾两方面的解释 所以你看我们中文国人对待死人 常常用对待生人的方法 活人的方法来对待什么 所以人死了以后 他喜欢开辫子 我们就会烧一部辫子给他去开 那他喜欢吃什么 我们到时候就要煮煮草草 还是给他吃 这是把它当作还没有死一样来款待 这是我们的思想 你知道他是怎么活的 他死了以后还是这么活的 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 你这样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我们要做财神的同胞 其实我们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 重视忠孝节义 第二个 凡事谨慎小心 先把自己的要求先做好 然后你才能求神 第三个 你要处处显得能够克己待人 克己待人就是吃亏的意思 我觉得很多事情呢 你真的要从头好好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以前呢 都忙于赚钱 忙于赚钱的人 这些他都没有时间去想 他搞得糊里糊涂的 钱赚到了 你不知道怎么用 那才是可怜 我们是要来用钱的 不是来赚钱的 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些搞得清清楚楚 财神才会放心的 把钱拿给你 让你好好去用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财神学的 最根本的原因 我应该不让你